当我开始学会做蛋笔 才发现你不知早餐 哥过来个黑色灌饼 再等我两分钟 一首歌的时间 把鸡蛋灌成饼 凌晨三点起来和面 一路向北 走到这儿八点多一点 这个是啥呀 这个小时候热肉 不断肉 半饼一凉 真热吃啊 哎呦不错哦 旁白哥报报 周杰伦复制人 卖蛋笔红道 学员北京 网搜哇哑哇 中国满地是轮 不错而且这身高 本人还是比较高点 啊本人还是比较高点 所以可以了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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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不错 不敢相信全世界 最像周杰伦的存在 不是他自己的蜡像啊 完美不完美 完美 是河北小贩绰号周炳伦 比周杰伦小三岁 因为长得像大明星 日前甚至红到巡演北京住店 然后这边是排队拍照 这边排队世界安宁 北京也暴动了啊 人们想和炳伦合影留念 微博小红树 举目皆是轮 和周杰伦五官堪比 复制粘贴一叶爆火 稀粉三十多万坚持 摆摊不值波不带火 周炳伦 一个和周杰伦 同脸不同命的中年大叔 从长相到神情 都像极了沧桑版周董 但平行时空的两人 却过着截然相反的生活 每天一大早 炳伦就要一路向北 去折到千里之外的花海 最后到达我的地盘 进行摆摊 再将昆旦打在半道铁盒里 并用双截棍搅拌 顾客问丙伦 第几张饼是他的 那必是饼的第七张 抹上不能说的秘密 比风浓转弹 再来一个反方向的卷饼 切一下便是断了得闲 放入倒带中 丙伦还会贴心地跟顾客说 趁热吃 因为烟花一朗 灌饼一凉 做一个这样伟大的灌饼 只需给他一首歌的时间 本来卖八块的灌饼 为了粉丝玩耿 毫不犹豫降低一块钱 只为爱在七元前 好烦哦 有完没完啊 春月春回来 花钱花回彩 开爱 还没完不查不知道 一查吓一跳 中国满地都是周杰伦啊 怎么可能啊 你还喜欢我吗 这是不能说的秘密啊 哇周秉伦只是冰山一角啊 且让我们随着AI杰伦的歌声 向下哇哑哇 在什么样的花园里面 哇呀哇呀哇 就什么样的虫子 开什么样的花 在小小的花园里面 哇呀哇呀哇呀 就小小的虫子 开小小的花 三立娱乐新闻 哎呦不错哦 报道 开小小的花园里面